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 蔡振华已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 蔡振华 乒乓球世界冠军 2007起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这期间 蔡振华先后兼任中国乒乓球协会 中国羽毛球协会和中国足球协会主席等职 9月18日 《新京报》独家报道 蔡振华首次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身份 出席公开活动 当日 蔡振华出席了在河南郑州进行的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 第六届全国职工职业绩盟大赛 中进其局威气助攻决赛 这是他调任全总后首次公开亮相 9月19日至20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16届执行委员会 第九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履行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民主城市 选举蔡振华为全总副主席 会议期间 召开了全总十六届 十九次主席团会议 推选蔡振华为全总书记出书记 今日中午 国务院发布相关国家工作人员任免通知 蔡振华被免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相一职 今日十三时 记者浏览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蔡振华仍在总局领导训练内 责任编辑 李辉